大家好我是艾朵曹的苗姐 我现在才开始吃晚饭 然后从外面回来家里没有吃了 又累又饿 还是下着雨 我们这几天都下着雨 免着几天下雨 还是我一个人 好了我们加班 然后我刚打电话过来说 到外面吃饭的 加完班然后到外面吃饭的 然后我一个人就点了外卖 我就点了外卖 因为说我不想说办公了那有啥 来不及 那我就点了外卖 还是点了昨天那家的雨 我给大家看一下 还是昨天那家的雨 一天我们老想吃 然后点了一个茄子 茄子豆角 这是葡萄 配个饭 开始吃了 这是昨天那家的雨 我点了一份 然后我一定放我锅里面再煮一下 天冷吃点热 酸菜 这个是茄子豆角 这个是酸辣土豆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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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面还在下着小眼 然后我看看外卖 从外卖 从外卖 从外卖的时候 首歌 第一个是年轻的 这是两家 加速的 第一个是年轻的 第二个是年轻的 第一个是年轻的 大叔 第二个是年轻的 辣椎 更加速 这也是蛮辛苦的 我觉得不管干什么 各方工业 只要是放好后期 自己吃饭 只要是放好 我刚才说谢谢啊 你们辛苦了 然后下的雨 辛苦了 麻烦你们 我感觉他们好感动 其实就是一句简单的话 到别人心里 就变得很暖 鹅耳的没暖 土豆丝 我开始以为老红要回来 我就点了这么多 要不一个人不会点这么多 希望他打电话回来就要 要吃了再回来 我们生气生个两三天 今天第三天 就完了 还是我一个人吃饭 茄子真香啊 今天到家的时候 六碗狗 都快七点了 然后外卖可能也是因为 因为下雨 他就送的慢一些 今天外卖也够爱吃 但是我看到中外卖的人冒着雨 给大家送 给我送来 我也是蛮感动的 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普通的劳工者 是吧 我们每个人都是普通人 真是不容易 各行各夜都不容易 太烫了 整个好吃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苗姐的点个关注 我应该是这样的判断了 明天啊 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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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的